新城乡公所5号举行的113年度新城模范母亲模范婆媳的表扬活动 乡长何丽台亲自表扬的模范母亲们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新城乡公所5号举办新城乡模范母亲模范婆媳及原住民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新城乡长何丽台亲自颁发扁额礼券康乃兴花束给每位获奖的母亲们以及婆媳们 相互所跟邀请了专业摄影师让荣获殊荣的家庭合影留念 受奖的模范母亲共有11位 模范婆媳6对原住民模范妈妈8位 共计30亿人荣获殊荣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显文关系就是婆婆跟媳妇 婆婆跟媳妇 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家庭当中能够相处的这么东西 说实在非常不容易 不喜欢是婆婆厉害还是媳妇厉害 我跟各位两个都厉害都累 两个都那个互相融着 我给你鼓掌一下 所以今年一度的那个 这个有意义的一个表扬 我想你才特别一场就要来到这边来表示祝福 有伟大的母亲不辞辛劳的教导子女 模范妈妈们更无事的将自己的奉献给家庭社会 试试把家庭侄女摆在第一位 将其看到比自己还重要 这些模范母亲模范家庭 让社会国家以安定相似的得以繁荣 每年表扬母亲们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项内还有更多伟大的母亲及家庭 而表扬母亲以及婆媳更是实至名归 成为乡亲的表率 因此特别准备了抗奶性花束 模范扁儿以及礼券 更举办母亲节餐以及安排精彩的别人活动 让获奖的母亲们以及婆媳 能够和家人们分享荣耀共享美食 再次恭喜获奖的母亲和婆媳 并且祝福所有人们 母亲节快乐 我们跟老妈亲一个来揪你 揪揪揪揪揪揪揪的感觉 来 光拍不会 记得揪揪 新鲜眼报道 请不吝点赞